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缤纷五月》 《我有着一个梦》埋在泥土中深信它不同 这是袁隆平为歌曲《我有一个梦》写下的歌词 这首歌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 一个人 一颗种子 一个梦想 就这样改变了世界 袁隆平一辈子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 把精神赋予每一粒种子 他崇高远大的梦想点燃了事业的火花 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中 他让梦想在平凡的土地中绽放 为全人类美好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感谢他的付出 更要延续他的精神 把梦想写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拉着我最亲爱的朋友坐在稻穗下乘凉 妈妈 我来看您了 你看这晚霞洒满小山村 妈妈 我陪您说说话 这种子是您亲手种下在我心里发芽 风吹起稻浪 稻芒划过手掌 稻草在场上堆成垛 鼓子迎着阳光 闭波作响 水田泛出一片城黄 我来看您了 你看这晚霞 你看这晚霞洒满小山村 妈妈 我陪您了 我陪您说说话 我陪您说说话 这种子是您亲手种下 在我心里发芽 风吹起稻浪 稻芒划过手掌 稻草在场上堆成垛 鼓子迎着阳光 闭波作响 水田泛出一片城黄 歌曲《世间一粒》通过威尔等技术 让歌手黄玲置身于广袤的麦田里 伴随着悦尔的歌声 《一粒米》的故事精彩上演 用《一粒米》的前世今生 讲述了奇幻瑰丽的大千世界 从春发到秋成 从历史到当下 节目中《一粒米》的岁月当歌 既展示着梁主时代 延续至今的农耕文明 也映射出整个梁氏大国的丰收烙印 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 以微观投影的方式 铺沉于这一粒米之上 只等着你来亲眼见证 对 在今天的《一粒米》 《二粒米》 雨伞 漫漾朝日来 雨天明 漫人间 雨天明 在从前 中和江湖看天守 人外合着乱荡 雨合下成了梦 如今客气腾飞 开着手边承转明示身天 合下号称两边视线 一厘米 寒暖笑得穿越过万年 一时光 特别是如今淘气光 如果 到合着有光 那一定是浓然造的光 温暖树光 和你 漫人间 不欲赞 满阳朝日来 烛火之梦 梦城間 人与之相 秋光惊叹 一生珠河 河中成光 一生珠河 河中成光 完美 紧索 紧张 有真心去品尝 眼睛去心上 五千年就照顾千年也屏不穿 如今 永远一杯清灿 才是温温的饭 玩的幸福慢慢的如果 它到会成了有光 那是 它就是浓染造的光 天方无语 天地人和 这暖风儿下 这档花儿坠 一天里 满人间 浮云散 满阳着夜 铿锵的劳动耗子 伴随着高亢的唆呐响起 气场全开的说唱歌手 向你尽情挥洒丰收的振奋和喜悦 这首说唱歌曲 稳稳的饭碗点燃全场 将喜悦奋进的活力 铺满了整个饮品 不离开恨和灌溉一带又一带 传承我们不断战胜困难 见着新的奇迹诞生不忘初心 哪怕汗水把衣衫石头放开农业记录本 慢慢地写着奋斗 没有条件 我们就创造条件 与大自然的博弈和唱 不是一场精彩冒险 为农业挥洒青春 这土地爱的圣诚 反正遭阳情丰收心 农人都带着笑脸 无尽一道花飘香 把青春献给寝博 无论海角天涯 或计我们的傍晚 是前辈们的指托 你作为新一时代 荣人接过父母的接力棒 要成为新一时代 现代荣业的中间力量 我们携手一起纵两眼 要大声一起唱 我们携手一起纵两眼 要大声一起唱 Come on 丰手指约落着悬殿 守抛的喜悦就开了眼 我们的傍晚 她的幸福 我们拥抱着金色的信念 把梦想在此刻绽放 我们一起高兴把歌唱 我们的满满满满的幸福 心事带动人 最终的歌来 满满的狂欢 风修之日 螺谷宣开收获的喜悦 笑开了脸 满满的幸福 把梦想在此刻绽放 我们一起高兴把歌唱 心事带动人 我们收获的美丽 心事带着 我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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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代的发展面前 大家听我说 咱们得出靶子力气 把这排水沟再挖深一点 暑期这雨说来就来 可不跟你商议 天上高高云 地上雨淋淋 一个月三十天 高高云了二十八天 你挖的排水沟有啥用啊 秀的板 你出事了 怎么了 前几天我就看见那麦头上长了些斑斑点点的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我刚才一看的 那夜窍上都竟是那铁锈样的黄斑 那一大菜一大便的 对 咱都是靠天吃饭 本来牧产也就二三百斤 麦子又染上了锈饼 这天也要下暴雨了 这老天爷是不想让咱活了 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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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跟着我去培土 咱把土啊 培高一点 张大 把牛拉出来 干活了 没有牛了 什么没有牛 就是牛没有了 这是公社的牛 不是你个人的牛 公社的牛 那就是我的牛 你胡闹 算了 我自己去拉 别 我真没有骗你 牛确实是不行了 这天天都在下雨 牛没日没夜的离地 它还有挖沟 吃也吃不饱 今天早上就起来 我看它 它就趴在那棚里移动不动了 爸 爸 这马上下雨了 你怎么跑来了 你快跟我回家 怎么了 爷爷来看我了 他还拿了一个膜 你要是回去晚了 就吃不上了 膜咱回家吃 把这个拿好 别被雨淋了 别被雨淋了 爸 聪强 你这是干啥呀 你不要命了 为了种好粮 俺能不要命 聪强 等等我 我也来 我也来 等等我 我也来 我也来 JohN 马上都套上 沒有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一 二 农业记事本的故事 还在延续 儿子徐健受父亲的影响 从小励志种好田 如今更是父子同心协力 要带着乡亲们 一起尝尝绿色农业科技 增产的甜头 这叫什么事啊 徐书记 刘婶 你说这半天 俺们都没搞清楚 到底啥就是个绿色农业科技 俺怎么跟你签这个承包合同 没能明白的事情 俺可不敢 这说白了呀 就是咱们以后种地呢 不用以前的那套老马屎了 刘婶 您坐 您不是腰不好吗 以后啊 您就不用亲自下地干活了 所有的这个耕 拨 割 打 全都由机器来完成 就凭咱这几个脑子 哪弄得明白那科技 我种这么多年地了 我爸咋种 我咋种 这镰刀锄头老黄牛 这不比啥都好使 效率呢 咱们提高的是要效率 爸 学姐 你看 看 这儿 今年第二季度洪涝灾害 我们家的小麦母产 照样超过了一千斤 那么多 超过一千斤 你看看 这就是在搞绿色萌业 那就是机器起作用了 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光是我这一家 小麦母产超千斤 不是我的目标 我是要带着咱们张淮村 一块致富 只要大家信得过我 只要你们愿意 我保证 咱们每家的母产 都超过千斤 太好了 来 我去签 我签 要是母产能超千斤 那我这做梦不得消醒 我先签 那我去试试 来 试试 看看 看看 跟随着爷爷和父亲的脚步 孙子徐旭东大学毕业之后 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 成为了一名新农人 立志将科技重粮 发扬光大 徐东 没有想到 当年建筑系的高材生 既然义无反顾地 放弃了城里的高薪工作 回乡当起了农民 既然我觉得这里的一切 这么的美好 那我就要回到这儿来 未来我的目标 就是在这里建成一座 大型无人智慧农场 播种机 在田野里自动播种 无人机 在天空上负责喷洒农药 收割机 通过北斗系统导航 来进行自动收割 而所有这一切 我只需要坐在电脑前面 它就能实现 而且这每种作物的生长进程 都是由物联网系统 实时监控 采集 测量 并分析的 是一个完全智能化 自动化的 大型无人智慧农场 高豪冬天 解杯增熟 有志欢波 有志高山 这是最最重要的 腾格尔改编经典歌曲 《潇洒走一回》 和新农人跨界混搭 同台演唱 节目通过 去舞台化的沉浸式设计 让腾格尔在舞台 田间自由切换 潇洒豪迈的歌声 也唱出了 丰收的喜悦和快乐 《潇洒走一回》 《潇洒走一回》 请陆请有一犯罪 至少梦里有你追随 我拿青春度明天 你用真情还此生 岁月不知人间 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大帝 黄土 大帝 红土 大帝 黑 黑 大帝 杀主 东西的美景一望无际 红尘滚滚 痴痴 青山聚散终有识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岁 至少梦里有你追随 我那行程度明天 你用真情换此生 岁月不知人间 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一回 我那行程度明天 你用真情换此生 岁月不知人间 多少的忧伤 何不潇洒走 走一回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老科学家们组成的合唱团 与大学生共同演绎的合唱 在希望的田野上呈现出农业科研工作者的时代风貌 也展现了新一代青年的传承 从人杯牛羹到全机械化种植 再到全数控智慧农业 变化的是日新月异的农业技术 不变的是用心情耕耘收获的幸福生活 这份希望也通过农科之声所唱团的歌声传播开来 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理想 在失望的田野上 不留在农临的寒雪里抽携 流浪在不然的天象中成长 是一玉颜默 acknowledged 出零一独合你 回忆了 鲜物在那 我们的未来 在希望的片叶上 人们在宾为你阳光下当过 伤活在人籠红统地牢 高热的体育 大高孩子的南乡 有多多大气 无恙爱的方向 欺费你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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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